家具要介绍的是一些固定的而且很常用的一些句型 这个句型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make什么possible 如果内容是讲名词 那我们就用make名词possible 但是内容如果是有强调是动作 这个时候我们会用it 配合to的句型 这个it就是我们讲的形式寿词 这个不一样 从前面一直开始都是用it is it放在最前面那个叫形式上的主词 it如果摆在动词后面这个叫形式上的寿词 真正寿词在那边to 不过同学可能不会用 老师干嘛要来个it后面又来to呢 为什么 因为make后面不能直接加to 所以这个to一定要移走 那移走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 就用it来补 所以就变成it跟to 这个it只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原本的寿词是后面的to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有it就要配to it就配to 原因就在这里 it只是告诉你一个线索 我这里是原本有东西的 这个to移走了 好移走了 那这里就是用it来补进去 好现在我们看第一题 交通的便利 交通的便利这是抽象概念 所以我们要前后一位先写便利 我们用the convenience convenience 什么的便利off 这里的交通就是指运输 所以后面答案要用transportation 主词 写完了加去写动词 使得什么成为可能 固定的套进去 三男生加smeg 什么possible 好现在我们要看内容了 地球村的实现 这是名词 地球村的什么什么的实现 这就是名词 好了地球村的实现 这个也是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 我们一律用前后一位的翻译 所以要先写实现 the realization of 地球村 英文是用global village 可能make什么possible 寿司补语 寿司补语 T-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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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也是一样交通的便利抽象概念 前后一位 很棒哦 一定要把这一招学到 因为英文太多这种写法了 前后要一位做翻译的 继续我们再来看 医学的进步 使人类得以 这个得以就是可能了 能够的意思 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这里有没有牵扯动作 有 活 重点在活 这是动词了 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个 it pay to 这个是技巧 这有两组 我们先写第一组翻译 先把主词写出来 医学的进步 又是抽象概念 交叉翻译 the advance a-n-c-e of 医学 英文是医药科学 medical science 动词 mess it possible 是什么成为可能了 好后面 it出来了 你看看医学的进步 又是一个交叉翻译的 一个语法 后面出现了it it后面就要配2了 什么 有 人类 如果有牵扯到人类 牵扯到来 我们可以放在这里 make it possible for 人 to 要先写for 再加to 所以这个很固定 常常会看到it is 怎样 for 人 to 怎样这是固定的模式了 你就这样压下去就对了 make it possible for谁 人类 for huma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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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比较长久 longer and healthier ok h he healty 把y去掉叫i e r 这个 就是我们第二题的翻译 另外有一个翻译也很不错 持什么能够怎样 他的写法就是用enable 人 to 这个你可以学起来 这两个是相通的 enable 人 to 怎样 后面就加动词 这个还更精简二要 老师再把这个答案写下来给同学做参考 好 换到下面一行去好了 前面照抄 the advance 科学的进步 好动词出来了 enable 单数加s 我们 人类 human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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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ve 照抄 longer and healthier 你说 哪一个比较好写 当然下面这个好写吧 前面这个太长了 巨型变化 不太容易掌控 这个就很容易掌控 enable 人 to to 所以老师建议 你多多用下面的 只要中文看到有 持什么能够 大概就是这个了 好继续我们看 下面一组 下面一组也是固定的 make it a loop make it a custom to to 这个就是 把这件事情 形成一个规则 形成一个习惯 什么事情 it 当然就配to 把后面这件事情 变成一个习惯 我们中文就翻 习惯于 但是记住要有动作 看第一题 第二题 我习惯于 周末跟三两好友 喝咖啡聊天 有没有动作 有没有 在这边 喝咖啡 这个喝就是动作了 周末是时间片语 跟三两好友是状况的片语 动作出来了 喝咖啡跟聊天 所以马上就可以套用这个句型了 来吧 I make it a custom 怎样 to 那么 喝咖啡聊天 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 聊天的时候喝咖啡 这个 第二个是 喝咖啡的时候就要聊天 那你一个人喝咖啡你要怎么聊 所以应该要先写 聊天 什么时候 在喝咖啡的时候 聊天 好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写了解 to chat 聊天 while 当什么时候 while drinking coffee 好 这个是 第一个 错了 这边老师要用的是it 行事 或者是虚的受词 真正的受词在这边 聊天 一面喝咖啡 一面聊天 跟谁 再把片下去 五位是 two or three friends ens 中文讲三两好友 英文讲两三好友 这个不太一样 什么时候 周末 on weekend 周末 当然很多啦 所以我们加s 会比较好 ok 这个就是 第一题的 习惯于的固定的表达方式 不要忘掉 it 常常会配two 再来 第二组 很棒 第二组是高水准的 你中文如果看到 发现什么事情 发现什么事情很困难 这个事情就是指后面 那么 it就是配two 一样同学会产生怀疑 老师干嘛要用it 原因就是 这个two不能摆这里 因为find think consider后面是不能直接加two的 所以这个two一定要移走 移走 可是不用two也不行啊 为什么 因为这是动词啊 这里有一个动词 当然要用two隔开嘛 你这里用了two 可是two 这些东西又 不允许吐在这里 那怎么办 那就把two掉走啦 掉走 掉到后面去 空隔的地方 就用it来填补下去 做一个讯号 我们就知道 这里用it 这要配合two two一定是掉走了 所以it就被two 它变成永远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了 这样有没有一个概念了 怎么来的都告诉你了 好下去我们就可以了 发现什么很困难 认为什么很困难 觉得什么很困难 全部都是套这个句型 但是要计数 要有动作哦 要有动作哦 我们看一下 第二题 大部分学生你看认为什么什么很困难 没错 有没有动作 看有没有动作 有 学 学好英文 这就是动作了 动词了 在这里 符定词就在这里了 好了 中文就可以看出这个句型 马上套用进去 很棒的 大部分学生 most students 第二个写法 就是用most of the students 这两个写法都可以用 再来动词 认为 认为 认为就是 think 或者是consider it 这件事情很困难 difcote difcote 好 什么事情 配2 to learn English gramma 那 well 把英文的文法学好 很困难 其实也不会很困难 就是我们观念要清楚 如果你文法规则都是用背的 老师保证你学不好 你要从结构去分析 所以你慢慢听 你一定会把英文的结构用得清清楚楚 结构清楚了 你后面才能够学翻译 才能够学作文 这是一系列延伸过去的观念 好了 这个就是有关于 it 配合2 两个固定的片语表达 我老师不云 太延伸过去的 你们记忆的